晒太阳 抓抓背 猫熊呆萌的模样实在好可爱 两只猫熊即将回归大自然 以前我们都是每次放一只 现在就是说我们也想进行一些对比 所以说我们也准备了一岁半的 也有两岁半的 所以以前主要都是在两岁多一点犯规的 透过这样的方式 找出最适合猫熊野放的年龄及数量 甚至连野放的时间也重新挑选过 以往为了猫熊野放的安全 都选择秋冬野生动物活动较趋缓的时间 但这次破类春夏季节野放猫熊受到关注 央视记者跟Bancher猫熊探访猫熊野放场 为了增强他们日后在野外的生存能力 减少对人类的依赖 所有进入这个区域的工作人员都要换上像我这样的熊猫伪装服 而一旦熊猫宝宝从树上爬下来的时候 工作人员也一定要把头套拉下来 不光扮成猫熊为了与他们拉近距离 饲养员还得留下味道 我们穿上熊猫伪装服然后要把他妈妈的粪便和料液 涂在我们的熊猫这个伪装服上面 还有手套上面都涂上他妈妈的料液 然后我们抱着他的时候 他至少闻着不是人类的气味 随着两只猫熊也放的脚不尽了 相关的准备与招料都不得松懈 就怕猫熊回归大自然后 能够好好的生存下去